7月10日 我不敢進去 你們去第二個房間看一下 TV就去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林一贤兵嘉惠拿着箱的手不停颤抖 然后他尽闻未定地说 当他到达第二个房间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形的黑影飘过 为了一探究竟 林一贤兵群决定结伴 一同前往查看嘉惠所说的第二个房间 究竟有何古怪 今天有电话 看看能不能通 应该是没有啊 因为已经这么久了对不对 没有了 你给我听听看 被跳声音嘛对不对 拿着电话连拨十二个零就可以通往零件 这是小时候盛情的传说 林一贤兵们在废计的养老院内 大胆地进行这项实验 结果却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大胆地进行这种 电话真的传来咳嗽声吗 可惜的是只有坚冰杰宜一个人听到 但是各位观众 这支电话在随后 还有更叫人不得不相信的灵异事件发生 请锁定频道 待会儿我们会播出这段惊悚的电话离异 奇怪 杰宜你不是拿话筒吗 到底为什么让你哭了呢 那时候播到第十二个零之后 然后我就还是继续听嘛 然后就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 然后是这样 这样 什么声音 就从电话出来 那种吸引的感觉 可是说电话不是没有电吗 对 已经断电断水都没有发生 都没有线吧 应该不接线的电话吧 对 那个都没有电了 而且其实播零 播那么多个正常来讲 应该是不会接上线的 对 可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有听说过 小时候都会说什么十二点的时候 凌晨十二点连播 其实我觉得数字比较不一样 像你们刚刚是播十二个 有一些也不是播十二个 有听过别种 什么四啊 四四四四四 对 但是就是像这一类的 就是有这种说法 老师这个说法是 有根据吗 对啊 是怎样的 有可能这样子而拨到灵界的朋友那边吗 我想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我们有拨过这样的一个电话 然后发生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我想就是说曾经有人播过电话呢 那么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电信的作业的问题的初衷复杂 会造成另外一边来的声音 我想这一方面确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得到证明 可是它根本线就是不通的 连接都没接线的 是 就是你还是很难证明说 我们因为播电话出去 然后有发生什么灵异事件 我们只能够听到一点小的声音啊 应该会有一个更劲爆或者更惊悚的事情 而且我有听说过要是他们那种拨号才比较有效 那种才行动 案件式的 案件式的他们说没效 这样的 其实在还没有进去那个值班室的时候 那依然有观众就是感觉到那个房间就乖乖 他只有跟你们讲说 事实上就感觉到有些人感激的房间 对 对 那时候你们跑下来 你之前那一段不是有跑下来 为什么 我是在第二个房间那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往那个地方看的时候 我是已经闪神掉了 我其实在那边待很久 对 然后我就突然好像看到一个老人的影子吧 他是这样面对着我的 然后我是看了有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闪神下来就是 后来他们跟我说我下来之后 我就一直发抖 其实我不知道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 你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吗 还是 不是 他是面对我的 应该是面对我的 然后他是就是怎么样讲 例证吧 没有动 没有动啊 没有动啊 可是我是缓神很久之后才赶快跑下来 那你们是烧那个香吗 烧完这个木木 烧几千了或是说 有 就是他时间烧得很快 从一个龙主峰 而且是我们一丢比较多的时候 他就是开始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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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这好像说法就是抢钱 很快喔 而且很久啊 对 所以就是一直都没有人去 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子 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奇怪说 等一下这些节目怎么会人家在哟 那会有差 事实上我们除了拍节目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找到一些灵界的朋友 也许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对 去了我们也会烧一些纸钱给他们 给他们 所以就是彼此当中也有一些互动 对 在下面一段的影片当中呢 听说你们还会录到一些很细微的声音 希望观众朋友能够仔细的听听看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影片 这个这间的床都不见了 而且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拐杖 可以证明说老人家真的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拐杖 哦 上面有一个 你看 好老旧的电风扇 我们现在就是往第三间这一房间 就进去看一看 这边有一张符 对 这边 这边有一个 欧密陀佛的 哦 一符走 在这边 因为还有一个符 两个 对 欧密陀佛 欧密陀佛 看这里到处都是符 我们现在要往三弱的地方走去 我在想 我们要去的三楼这个地方 说不定是 余老先生 有上吊自杀在上面 对 三楼任何一个房间里面的样子 对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老人就是休息 对 他牌子上有写是休闲的事 玩乐这玩乐的地方吧 帽子耶 一看这个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属于 嗯 这应该是属于那个老人家戴的那种保暖的帽吧 对 好 还有两部 两部眼镜 对 在这里 对 因为他这里可能这边 你看这边 嗯 不好意思 嗯 我说这边 嗯 诶 诶 现在又传出一声怪想 我们再听一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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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听到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到这边 你们那边 诶 诶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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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坛 你看 这个白蜡烛是代表的事 应该是有人过世 才会弄白蜡烛 要不然通往一般都是用红蜡烛 所以我想 你看这个时钟它指的是10点44分 可是我觉得刚刚 我有听到一个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 我有听到啊 这不是自己 只是把我听到了 你是不是听到这个东西 我听到没有错 人 退一步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口是心情结合 可能是那些老人写的 江湖显人心更 那什么 江湖显人心更显 春水伯人情更伯没错 对没有错 嗯 这是他们唱歌的什么 生活长期还是 医疗保健 对 这可是 可能是政府发的书吧 对啊 对然后 我看看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佛堂发 那是 可是他摆的很奇怪啊 佛堂应该摆正中间 他怎么 你不觉得他摆的怪怪的吗 不会啊 就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去看嘛 要就了解一下吧 我没打前面 你看 这个佛堂好像怪怪的耶 对啊 对啊 为什么是这样子摆设的 而且 我觉得那个后面好像是一个门 好像是封起来被封起来的 对啊 孙子姐你没有感觉到什么 其实我一直感觉到已经说 怎么讲 感觉就是 其实黄妹妹他一直都在这一个空间里 你们到那个地方会有那个什么消防车摩托车的声音你们听得到吗 是是从里面发出来还是从外面进去 消防车是外面发出来的 外面有车子很吵这样子 对 就是那种 你刚刚有听到一个男生 叹息 那个声音很清楚 对 在佛堂那边听出来 传出了 那佛堂那个佛像你们看到 佛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还好 只是因为刚刚你们看到VCR说 我们好像 有点把声音师推倒这样子 因为 不是故意 因为我们真的吓到 对 你们到底听到什么声音 你们是 为什么会把声音师推倒 听到那个抓墙壁的声音 对 对是嘎嘎这样子 而且很多声 抓墙壁的声音 对 那个山坛后面 我刚刚其实有觉得它的位置很外 对 它那个墙后面看起来有点斑驳 为什么 对 它是封起来 因为之前就是那个吴老先生 听说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上要自杀的 是在那个走廊的镜头 对 那个位置 它原本里面是房间 所以它是后来把它封住 在外面再加 可能是要避邪吧 所以就设一个佛堂在那边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 不要让那个吴老先生冲出来吗 可能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也进不去 没有办法看到 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它封掉 对对对 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屋幕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把摄影师弄掉 是因为就是 那时候听到 有在 就是那个房间 但是那个墙壁 把他藏起来不住 难道说那个鬼魂它是出不来吗 他应该还是出得来吧 当然 当然 它的冤魂 一定是在那边 而且是绝对 没有办法超度 可是他有那个佛 他可能就被关在里面 就爬不出来 但是这个佛的问题 是不是有没有去开光啊 或是有没有去供奉啊 所以这个佛到底有没有用啊 对 而且经过那么久的时间 根本就没有人会去祭拜这些佛像 搞不好根本就早起没有用了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兼兵 刚才我们在看那个VCR的时候 有一段 你们 我看不太懂 就你们这样连滚带爬这样掉下来 对 为什么会这样冲下来 最后Focus在那个电话上 就是刚在拨号之后 然后还有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拨号之后 拨电话号码之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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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对 拨完之后 之后 所以你们全部就冲 全部冲下来 对 好 听说我们已经把这一段有录下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影片 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劲爆的事情 一起来看 我们用养老院的飞气电话 联播12个0 看看是否可以通到联线 但负责接电话的结疑 却听到电话里传出轻微的客气声 这个咳嗽声只有结疑一个人听到 并不足以采信于观众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超恐怖的灵异 吓得灵异建民群惊声尖叫 我们广告后 要揭开这桩灵异事件的所有过程 结果之后他就说 他们就听说那个高中男生 常常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 他们就几个人出去玩以后 就到拉面台停车下来 几个人就跑到摊子面 老板拉面 先生要几碗 五碗拉面 然后他们就 老板就煮了几碗以后 然后就看到他们摩承 就说 你们有个朋友为什么不吃 他说 有吗 没有啊 我们就五个啊 他说没有啊 那边车上有个男孩子 要坐在那边啊 みんな 話しながら進む一行 何もないはずの湖の奥から 怪しげに見つめる光が やはり 思い込んで 悩みがあるでしょう 皆さんがともどうですか 何もないはずの湖の奥か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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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